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一位怪物 这个怪物很可爱 它就是又可爱又可怕 因为它在演艺圈有怪物新人之称 而且这是以青春试炼 入围最佳新演员的李莫 怪物 你好 我终于见到你本尊了 因为就是在镜头上就会觉得 因为它们就把你冠上一个怪物新人 就有怪物就觉得好像很可怕 但是你长下去很可爱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称号 大家叫你怪物新人 我自己看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认识我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好 还好 本人是还蛮亲切的 而且常常会被笑 为什么被笑 像黄河或林国宏 都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你是怪物新人 然后就很想揍人 他们很有戏的那两个小男生 不过说真的 你之前很快地就拿到了金钟奖 对不对 那这次又黑马之姿 入围了最佳新演员 你在当下在干嘛 你听到你入围的时候 我当时躺在我房间的地板上 因为有点晚 然后有点累 那时候也不过才五点钟 大姐 你在累什么 我没有睡到午觉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困 然后就躺在地板上休息 然后手机突然震动 我就起来看 然后是经纪人跟我说 然后他说 我才在YouTube搜寻 我们来聊看玉芳好了 因为其实青春试炼里面 玉芳是一个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主轴 他看似六个无关紧要的人 但他们其实都是错综复杂地 纠结在一起 你喜欢玉芳吗 我听说一开始你没有那么喜欢他 我一开始还蛮讨厌玉芳这个角色 而且你是有讨厌 因为尤其是导演跟我说 他觉得我很想玉芳 对 然后我听到 我听到当下原本很期待 就是这个角色 是不是真的跟我以为的 我自己很像 是 然后看到剧本之后发现 我自己很想要否认 我像玉芳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 他其实还蛮 还蛮文静 蛮闷 他都是默默在承载 所有的喜怒哀乐 对 他是一个很闷的人 很被动的一个人 然后我看完剧本的第一个想法是 我好生气 我很生气 他怎么让自己的人生 变成这样 就有一种 如果他是我朋友 我会想揍他 那种感觉 但是真的在演的过程中 我才开始发现 我可能最讨厌他的部分 其实是 我不知道 但其实我跟他很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才会 那么强烈地抵抗 甚至是讨厌这个东西 对 那你后来是怎么跟他相处 甚至后来慢慢地 变成他 爱上他 其实有一大部分是真的到了 拍摄的环境里去 穿上戏服 然后真的在 台北车站 或者是我的家里 房间里 我才真的有一种 这是这个人生长过的痕迹 然后我才真的 开始体验到他过去的人生 造成今天的他的个性 对 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记得你好像 在那段过程当中 因为一开始很不喜欢他 你还甚至跟你的朋友哀嚎 对不对 跟他抱怨 后来你朋友 怎么给你答复的 他觉得 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 完整的剧本 所以他一直跟我说 还是你要 看一下完整的剧本 说不定你就会知道 真正的全貌 为什么这个角色 会是这个样子 因为导演只有给你们 每一个角色会发生事件 的场次 你们这个角色 会看到的东西 对 所以后来真的看了 完整的剧本之后 就有一点明白 导演想要呈现的 整个样貌 他的制造出来的世界观 是什么样子 对 那因为在这个剧里面呢 其实你主要 最多最多对手戏的 两个演员 就是一个是林波红 然后一个是陈婷妮 其实你们真的超多 恩怨情 还有林哲熙也是 其实基本上 你是三个人 对不对 交错在一起 你怎么看 跟林哲熙之间的感情 跟林哲熙之间 有一件事情很奇妙 是导演一直希望 因为我们是 很多段的剧情 然后导演很希望 让观众感受到 我跟哲熙 真的很相爱的部分 可是这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障碍 因为在我的角色里 我其实有点怀疑 这件事情 我很怀疑 预防这个人 能爱人的能力 恩恩恩恩恩 然后 这个还蛮明确的 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都看得到 他很多的问号 对 就是即便我觉得 我爱这个人 可是我还是很疑惑 真的吗 或者是他真的爱我吗 是 然后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很妙 就是哲熙是全然的 他演的小张 对 全然的爱我 然后我是一直 有一种好像在骗他的感觉 而且你们以前就认识 对不对 对 所以在一起诠释 一起表演 特别是你们还很多的 这种亲密戏的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有一些 束缚或是不好意思 或者比较需要花一点时间 去跟他培养感情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跟哲熙第一次一起工作 就是拍一个MV 然后就有吻戏 第一次就有吻戏 就是甚至我还不太确定 他是不是真的叫林哲熙的时候 我就请了他 还没有再跟他好好地打招呼这样 对 你们就有吻戏了 对 然后所以这次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其实在肢体方面 我觉得我还蛮信任他 就是我已经亲过了 所以OK在讨论好角色 没问题 可以很全然 很放松 很自在地在这个角色预防里面 对 那另外一个很有亲密互动的 就是陈婷妮 对不对 那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诠释 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跟女生跟男生 我觉得比较不是跟女生跟男生 比较像是人跟人 在不同的关系里面 对不同的人 你就有不一样的样子 那你怎么面对 莫妮卡这个人 因为莫妮卡其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人 然后我的角色 她算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吗 在预方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有某种程度上是 有一点点的对不对 是我想要信任她 可是我又感受到那种不能信任她的警戒 对 然后她是很不稳定的 但我的角色是很想要追求稳定关系的 所以在面对她 不管是更多亲密戏之类的 其实我都是有一种很不确定的 很小心翼翼的 那另外就是还有林柏虹 因为你同在一个屋檐下 对 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导演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 他就常常会丢很多的讯息 然后我们这些观众在接受的时候 我们就有些我们的解读 所以我很好奇是跟林柏虹之间 你们在一个屋檐下 你们真正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真正的关系是 她的爸爸把她有点像 寄放在你们家 对 有点像寄放在我们家 寄宿家庭 对 我们就是她的寄宿家庭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酷 就是这个屋檐底下 大家是都同住在一起的 感觉是很亲密的 可是其实不管是心灵还是身体 一大堆都是很遥远的 很疏离 非常非常疏离 包括我连跟我自己爸爸的关系 都是非常疏离 你说你是玉芳的爸爸 对 玉芳的爸爸 就是他们之间 玉芳的爸爸 我 玉芳跟明亮 三个人基本上是住在一起而已 室友 室友爸了 对 只是室友 他真的人生在做什么 正在经历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那特别是你跟柏鸿在兑现身 有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一些收获 或是你跟他的互动是怎么样的 我跟柏鸿在拍片的现场 其实不怎么互动 真的啊 你们是因为入戏 而且故意做这样的设定 不要特别去接触到彼此吗 其实也没有特别设定 但就是到了现场 就会觉得 好像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 也不太想要跟他讲话 而且我知道明亮是很孤单的 所以我有点害怕我会打扰他 所以应该是说你们都不自觉的 彼此就是一入戏了 一到片场就会有一段剧离美 对不对 就是刚好符合到戏里面的明亮跟预方 对 而且因为我们在剧情里就是一个 我觉得他就是很怪的人 你怎么会 就是这个人住在我家 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其实有某些时候 我是觉得他蛮可怕 是 当然除了他带给你的这种 某种程度的恐惧感之外 我听说在真的拍摄的过程当中 台北车站的戏让你很崩溃 为什么会很崩溃 我叫我来看 我觉得还蛮所有事情 事件都很顺理成长 为什么你会崩溃 因为那个是我自己开拍的第二天 那天是第二天 对 应该说每一场戏我都很害怕 你很害怕 你在害怕什么 就我不知道怎么 怎么呈现预防的反应 特别像是台北车站那场戏 他就是只有反应的 他没有其他的台词 对 然后那个反应 因为预防这个人的个性 又是非常内敛的 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 真的在这么大的 紧急的状态里 他会是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反应 这些他遇到的事情 我觉得你的恐惧或是很崩溃 是不是在于说 因为你不知道该如何去反应 而导致说你觉得 在拍摄这个场景的时候 其实尤其是第二次拍 第二天拍 所以带给你的那个压力是 你很惧怕的 就有一个很大的未知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 就是我没有一个 一个真正的很清楚的 明确对自己的指定 不过我看了一些访问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你看我们刚聊到现在 你一直散发这种讯息就是 其实你对于预防 一开始接受这个角色 你是有点抗拒害怕畏惧的 对不对 你就是有没有可能跟导演有关 因为我看每一个演员 好像都还蛮怕何卫婷导演 你们既然集体胃痛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有 我觉得导演是很谨慎的 他从刚开始 我们第一次试镜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那个 比较有权威的感觉 还有一个 而且他有一个很锐利的眼光 我觉得 他不是已经戴眼镜了吗 郭明亮的眼神是来自于 导演 然后你说我们六个人都是他 然后我觉得郭明亮的眼睛就是导演 他有一个很传透你的锐利的眼 好像他看得到你的内心在想什么 是吗 对 然后他对剧本 对整个电影其实有很大的期待 然后他也 就他会教我很多事情 然后我在听的时候 其实是一边在消化 然后一边又很 有一点慌张 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马上 把东西消化有一个产出 因为导演好像有说过 他说你是他这部片最大的赌注 他全部就赌在你一个人身上 我相信如果身为一个演员 接收到这样的讯息 跟我们看到整个剧本的这样的资讯 那样真的会让你觉得 在拍这个戏的当下是很害怕的 对吗 对 是真的很害怕 然后我还就直接在他 因为我后来我听了这句话蛮多次 然后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不要 不是 我直接把那个东西这样放下 不是堵住 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会很害怕自己达不到他的气 我很害怕让他失望 不会 就是由此可证明 你看你们这个戏两个 不管是你也好 也入为了新演员 陈婷霓也入为了最佳女配角 你们真的是导演最大的一个荣耀 不过因为好像导演在开拍前 有特别跟你交代说你手不要乱动 那是什么意思 我看你刚刚访问到现在 你也没有特别好像动来动去 有 我有在动来动去 就是我好像比较紧张 其实我面对导演一直都是蛮紧张的 有一种像是 到现在至今都还会吗 就是有一种像是 面对以前特别严格的老师 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老师会看透我 然后我现在要表现得很好 所以会有点慌张 就不知道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比较好 所以一开始你在他面前是 你的手会这样断 是因为你的一种不知所措 导致的自然反应 对吧 现在应该还好了吧 现在应该放松了吧 我现在就学会 如果真的不知所措 我就要就是这样 就把手这样 对 我就定住 所以你刚刚有点不知所措吗 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有一点 有一点点的 我就定住就好了 不过我觉得真的好想有这个节目 不然我没有办法理解到 其实礼幕跟我们想象中 是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电视上的礼幕 电影上的礼幕是很有距离的 但是本人的礼幕是非常轻切 而且好像一个邻家小女孩一样 好 那这样好了 问你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如果真的再让你选择一次 好 譬如说青春思念六个角色 男女不拘哦 你就选一个角色 你会想要演谁 我很想要演妮妮的角色 真的哦 想演Monica 我很想演 跟她超大尺度耶 她动不动就要演迷片啊 动不动就要挑逗别人啊 不是那个部分 是我觉得Monica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角色 她很立体 她是有一些 就是你看得到她的欲望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也看得到 她在欲望里 产生有一些卑鄙的样貌 就是人不是那么好看的样貌 我超喜欢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真的再给你一次选择机会 你会去勇于争取这个角色吗 不会 我应该说演欲望 所以这是在梦想里面 因为其实她的角色设定 是让人家很觉得很勇敢去爱 去面对她所爱的选择 不管是演戏也好 或是她想要追求的人生 对 她是很坦然接受的 但真的像现在 沙青过了一年 然后再看到电影的时候 会其实很希望 如果有机会让我再演一次欲望 我会想要再演一次欲望 因为有一些她教我的事情 我现在懂了 所以等于说 在拍摄的当下 或许有很多的 些微的不理解 但是一年的沉淀之后 再看电影 其实欲望这个角色 也让你重新认识 李莫你自己 对 有很多成长 是欲望带给我的 所以其实 我觉得访问到现在 我就觉得很开心 看到每一个演员 跟每一个的角色相处跟对话 然后金马奖是最好的一个成果发表会 让所有的人跟她们的角色一起共存 共享荣耀 好 希望你的怪物威力持续发威好吗 再给我们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礼物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未来你才想挑战什么样子的角色 我最近第一次贴了假指甲 然后发现贴了假的指甲长长之后 整个人气势很不一样 然后我突然很想要演那种气势很强 然后就是指甲很长 头发很长 然后整个人就是一进来 就是没有人 这里只有我自己 就是一个比较 也是稍微酷一点 然后很骄傲 很有权威的角色吗 我想要演一个目中无人 但是很害怕不被爱的人 这个角色内在的动静 导演 何卫婷导演 你听到了吗 下一部戏的女主角 请继续找李牧来饰演 好的 谢谢你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祝你把金马奖提回家 好的 谢谢 谢谢 你真的很像少女孩 我就是吧 贴直角 我第一次贴 贴婉中真的就有种 就是很喜欢贴 因为角色 这个花园 比赛 哦 有点 你这都很喜欢的 我的手